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础上 泰山风景名胜区拟于4月12号上午8时起 有序恢复对外开放 据了解 泰山景区本次开放的区域包括 鸿门 天外村 桃花域三条游览路 及各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群的露天区域 同时 按照预留空间确保安全原则 继续执行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% 泰山单日最大承载量为6.3万人 泰山顺时最大承载量为3.7万人 戴鼎顺时最大承载量为1.8万人 戴庙顺时最大承载量为2.1万人 如果当日已预约销售门票达到以上数值 景区将立即暂停当日门票预约销售